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2023北美技术研讨会上,台积电披露了有关其即将,在2025年至2026年及以后推出的N2节点的2奈米生产节点计划的更多详细讯息。 台积电去年推出的初始N2制造工艺,将成为该代工厂第一个使用全能炸及GAA-FET电晶体的节点,台积电呈至微奈米片电晶体。 GAA-FET与当前的FinFET电晶体相比的优势,包括更低的漏电流,因为通道的所有四个侧面都存在炸机,以及能够调整通道宽度以获得更高的效能或更低的功耗。 台积电在去年推出这项技术时表示,在相同的功率和复杂性下,它将使电晶体效能提高10%至15%,或者在相同的时钟和电晶体数量下将功耗降低25%至30%。 该公司还表示,N2将提供比N3一高15%以上的混合晶片密度,这比去年宣布的10%的密度增加有所增多。 该公司表示,N2技术开发正在按计划进行,该节点将在2025年,可能是2025年下半年,进入大批量生产。 该公司还表示,在进入大规模量产HVM的两年前,其NinoSheet GAA电晶体效能达到了其目标规格的80%以上。 256M的SVM测试IC的平均量率超过50%。 对此,台积电的一份声明中写道,台积电奈米片技术展示了出色的电源效率和更低的Vmin,最适合节能运算范式。 台积电的N2系列将在2026年的某个时候发展,届时,该公司计划推出其N2P制造技术。 N2P将为N2的NinoSheet GAA电晶体添加背面电源轨。 背面供电,旨在通过将电源轨移动到背面来捷偶IO和电源线,从而解决注入后端、BUL中电阻升高等挑战。 反过来,这将提高电晶体效能并降低其功耗。 此外,背面供电消除了数据和电源连接之间的一些潜在干扰。 背面供电是一种创新,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多年来,晶片制造商一直在与晶片供电电路中的阻力作斗争,而后端供电网络,PDN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另一种方法。 此外,去偶PDN和数据连接也有助于缩小面积。 因此,与N2相比,N2P有望进一步提高电晶体密度。 目前,台积电尚未透露有关N2P的效能、功耗和面积、PPA优于N2的任何数字。 但根据从行业消息来源听到的消息, 仅背面电源轨就可以带来各位数的功率改进和两位数的电晶体密度改进。 台积电表示,N2P有望在2026年投入生产,因此可以推测,第一批基于N2P的晶片将在2027年上市。 这个时间表将使台积电在后端电源方面落后竞争对手英特尔大约两年,假设他们能够在2024年按时交付自己的英特尔20M工艺。 除了可能成为台积电2奈米带工艺的主力军的N2P之外,台积电还在准备N2X。 这将视为高效能运算HPC应用量身定制的制造工艺,如高阶、CPU,这些应用需要增加电压和时钟。 该带工厂没有概述该节点与N2、N2P和N3X相比的具体优势,但与所有效能增强型节点一样, 实际优势预计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涉及技术协同优化DTCO的实践程度。 据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在6月的报道,台湾的台积电作为全球第一大晶圆代工企业, 已开始开发2奈米工艺,拉大了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由于争夺超微制程领先地位的竞争,已经缩小为台积电、三星电子和英特尔三巨头之间的竞争。 6月上旬,台湾媒体和半导体行业人士称,台积电近期开始准备为苹果和辉达失产2奈米产品。 为了开发2奈米工艺,台积电将派遣约1000名研发员,前往台湾北部新竹科学园区正在建设中的Fib-20晶圆厂。 这下韩国媒体表示,此前,三星电子于2022年6月通过GAA工艺开始量产3奈米晶片,比台积电提前6个月世界第一。 受到三星先发制人的打击,台积电高层多次公开2奈米制成计划,引发超精细制造竞赛。 宣布,计划在2021年重新进入代工业务的英特尔,也加入了超精细制造竞赛。 这下美国半导体巨头在6月的在线活动中,公布了其晶圆背面电源解决方案,Power BI的技术概述,测试数据和路线图开始扩大其在晶圆代工行业的影响力。 当然我们都知道,台积电也在开发向半导体背面供电的技术,目标是到2026年使用该技术。 这两年,英特尔正在奋起直追,预四年内掌握五代CPU工艺。 英特尔为此设定的目标时,将其代工工艺从目前的7奈米范围,推进到明年上半年的英特尔20奈米范围和下半年的英特尔18奈米范围。 其次认为等效业界的2奈米与1.8奈米。 这两代工艺不仅会首次进入奈米级节点,同时还有两大黑科技,即PowerWire背面供电,RibbonFET全环绕闸级两大全新技术。 其中,前者已经在英特尔4工艺上做了测试,将平台电压降低了30%,并带来了6%的频率增益。 这两款工艺中,英特尔18奈米工艺尤其重要,不仅英特尔自己会用,还要提供给客户,跟台积电、三星等抢先进工艺市场。 今年3月,该公司制定了一项计划,通过与ARM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使用英特尔18奈米工艺,开发下一代行动片商系统SOC。 不过,业内人士也存在一些悲观情绪,认为,即使英特尔按照路线图取得成功,要实现收支平衡,对公司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英特尔18奈米工艺将在2024年下半年量产,2025年会有产品上市。 英特尔表示,这代工艺将帮助英特尔重返半导体王者,先进工艺上重新超越台积电。 因为后者的2奈米工艺,N2在2025年才能量产,而且技术偏保守,密度比3奈米纸提升10%至15%。 面对英特尔的追赶,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近日也做出了回应,表示自家的N2工艺比英特尔18奈米工艺好很多,目前处于早期设计阶段。 但所有的量产,技术都是两年前就决定的。客户对N2很有信心,需求比以前大很多。 三星目前在3奈米半导体生产方面落后台积电一年,在4奈米半导体生产方面落后两年。 三星电子DS部门总裁Kyong Kaiyuan早些时候在大田KAEast的一次演讲中说,他们的目标是在台积电开始2奈米GAA工艺时赶上台积电。 由于三星电子率先采用GAA技术,这家韩国晶片制造商计划赶超台积电,并从台积电开始应用GAA技术的2奈米工艺开始,获得对这家台湾晶圆代工巨头的技术优势。 总体来看,面对英特尔与三星的频繁挑衅,台积电的N2系列制造技术将扩展其他变化,包括具有背面供电功能的N2P和用于高效能运算的N2X。 在这些即将推出的N2代工艺节点之间,台积电正在制定路线图,以继续其提高电晶体效能效率,优化功耗和提高电晶体密度的不屑步伐。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